说到拍戏拼命,成龙感任第一,没人感任第二,他以功夫巨星的头衔叱咤影坛,甚至还走向了国际,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,这些成就都是他用命拼出来的。 成龙的电影中有很多让人再不绝口的动作,比如重复踢手滑下,在屋顶奔跑等等,这些动作看着惊心动魄,成龙拍的时候更是心惊肉跳,因为以前拍电影没有特效,都是要亲自上阵,岁月催人老,披了大半辈子的成龙老了。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,偌大的成家班,想找个接班成龙的人都难,曾几何时,成龙也是有接班人的,虽然他不是成家班人,可是却得成龙儿子房祖明感慨,他才是自己老爸的接班人,他就是谢霆锋。 谢霆锋的打戏动作可能赶不上成龙,可是拍戏太拼命这一点很像成龙,拍戏简直是不要命,伤痕累累,依旧坚持,就连余温乐的目瞪口呆,这也是房祖明说,他是成龙接班人的原因。 谢霆锋拍戏太拼命像成龙,感情问题却似郭富城,郭富城是四大天王中,感情琐事最多的一位,和熊大林恋爱多年,却以邪不合脚来结束恋情,之后却找上了网红结婚生子。 谢霆锋的感情问题和郭富城真的颇有几分相似,和王妃的姐弟恋轰动全网,分手之后却和张伯之结婚生子,离婚后又和王妃复合,可以说似郭富城,但更胜于郭富城。 中国好声音刚开播的时候,网上充斥着对谢霆锋的质疑之声,网友都觉得他并不够资格当导师,只能说说出这些话的网友都太年轻了。 谢霆锋以前可是公认的四大天王阶班人,在乐坛的成绩斐然,20岁在宫馆开场,21岁便拿了畅销男歌手奖,在影坛也是响当当的人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